大家好,这里是小镇小明 我这一期呢就是把今年早期的时候做的一期节目 关于近藤校的那些事情 我把它整理一下再放一下 因为又到了这个要申请学校的这个时候了 所以我觉得有些人可能想听一听这方面的信息 尤其是国内的可能一些朋友们可能会比较有兴趣 所以我就把它整理一下再放一下 好,今天呢想讲讲这个美国的大学入学的问题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吧 还有呢我看了一篇这个文章 可能也就是因为这是录取季节吧 华尔街日报有这么一篇文章 它就讲这个事情 它这篇的文章的题目叫 英文叫做 to get into the Ivy League extraordinary isn't always enough these days 翻译成中文大致的意思就是说 要进入长春藤名校 如今呢这个非凡或者叫优秀已经不够了 其实这个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这篇文章挺有意思的 它是跟踪了有一个女孩子叫做Katelyn Younger 这个女孩子是在德州 德州的一所还算不错的高中里面 她的高中平均成绩还是不错的 三点九几 满分是四分 她三点九几 那就是说她几乎是全A 她自己说呢她有两个B 她有两个B的原因呢 是说她自己呢有一段时间特别的压力太大 她自己给自己压力太大 使得她呢有了得了抑郁症 抑郁症的结果就使得她要去看病 她要去看她这个抑郁症 那她在看的时候呢 她的这个读书的时间就是上课也好 还有去做作业复习啊什么的 这些时间就少了 因为她花了很多时间去看病 所以呢出于这个原因呢 她就说她那段时间的学习成绩不是太好 所以有两个B 她不是满分 她不是四分 她是三点九几 那三点九几也很不错了 然后她的SAT是1550 其实是还算蛮高的 因为满分是1600 她考到了1550 我觉得这个分数已经应该是可以不错的了 另外呢她还是什么各个俱乐部的 要不是创始人啦 要不是什么负责人啦 总之啦 反正她课外活动看来也不错 那么这些就是说基本条件都有了 按说的话呢 她申请了一批的这种好学校 就叫长春藤学校吧 应该说她怎么也应该能进去一个 结果她呢全部都被拒了 最后呢她好像最后选择的是 亚历桑纳的一个什么学校 一个大概是亚历桑纳的州立大学吧 她可能是拿到了一些奖学金 我估计她可能是这样子的状况 而且我个人觉得哈 对她未必是坏事情 因为她是看上去就是一个很认真 很努力的一个女孩子 她到那种地方啊 应该会比较轻松 可能对她总的来讲 可能会是个好事吧 她这么压自己啊 弄得自己都已经抑郁症了 其实我不认为是特别健康的一件事情 所以她到一个轻松一点的环境里 可能不见得是坏事 这就不去说她了 这篇文章的意思呢 就是说现在你想进长春藤大学呢 实在是很不容易 就基本上是这个意思 长春藤大学我先说一下哈 长春藤大学原则上哈 它本来是一个体育俱乐部 就是这个俱乐部里头 大家一块互相比 比那个美式足球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体育项目 事实上是这么一个 而这个俱乐部里头呢 最原始的是七八个学校吧 布朗 哥伦比亚 康奈尔 达特蒙斯 哈佛 宾州大学 普林斯顿和耶鲁 应该是就这几个学校 你注意到 像什么MIT 斯坦福 杜克啊 什么这种学校都不在里面 还有一些很好的州立大学 什么UVA Georgia Tech UC 就是加州大学 UCLA UC Berkeley 这些学校都不在里面 就是说 其实呢 现在的人 说到长春的 说到藤校 其实这个概念已经比较 比较扩大化了 就是一种统称了 就不仅仅是指原始的 这个长春藤大学 因为 其实长春藤大学里面 你比如说布朗啊 达特蒙斯啊 这些学校 他明摆着 他肯定是没有MIT 什么斯坦福号啊 对吧 但是就是一种统称了 就是说是美国最顶尖的大学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女孩子呢 就在这一堆的大学里头 他申请了一堆的 每个 就是没有一个被录取 我就觉得呢 挺有一些想法的 除了这个 看到他这篇文章以后 我们这个小镇上也有 因为大家也互相之间 亚洲人嘛 尤其特别注意 这个谁去 谁家的孩子去了 哪个学校啊什么 那么我们这个 尤其是亚洲人的 这个小圈子里头 大家就都会 会有些议论 我就觉得有一个男孩子 我其实是特别看好他的 因为这个男孩子 真的很优秀 他不是仅仅说 他成绩好 他肯定没有B了 我相信他肯定没有B 他那个SAT也考得很高 然后我觉得 他课外活动也不错 而且人整个性格也挺好的 就是说 对于 我每次看到他 他都非常有礼貌 等等了 他还弹钢琴也弹得很好 还是乐队里面的什么 就是各方面条件 真的非常好 但是他也没有进 他也申请了一些 长征腾的学校 反正也没进去 当然他最后去的学校 也不错了 我就不具体说他的信息了 但是我就觉得 也还是让我觉得 有点没想到 我相信这个孩子 一定会没有问题的 他一定会在 他现在这个学校里 会读得很好 然后很有可能以后 去读研究生的时候 再进更好的学校 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并不认为 一个孩子他进不了 疼校是什么特别坏的事情 我认为好多事情 他都有他的原因的 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 塞翁失马 胭脂非腐 有的事情说不好 但是呢 我确实想谈一谈 这个美国的大学的招生的问题 这里面确实挺值得谈的一些事情 还是谈几个案例 最高法院的这个案例 先是说一个 1978年有过这么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很有意思 叫Rigid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sBake Bake这个人呢 叫Allen Bake 这个案例呢 就跟很多这个案例一样 最高法院这些案例 都是非常复杂的 他很奇怪的是在哪呢 他不是Allen Bake这个人 他去告 他呢 是认为是他自己被歧视了 他告的呢 一开始告的是加州大学 他是申请的加州大学 David's 戴维斯学院 他是申请他的医学院 这里头还涉及到年龄歧视啊 什么就很复杂了 他一开始呢 就告他们是什么呢 就是说 加州大学你不录取我的原因 是你留了一些位子 给一些少数民族 少数族裔 所以呢 我的位子就被别人给抢去了 本来我的背景是够了 他是这么去告 但是他没有告到法庭上 他告的是加州大学的一个 管理加州大学的这么一个部门 结果呢 这个部门呢 反过来又去告他 就复杂就复杂 他在这儿 然后总之呢 最后呢 就弄到最高法院吧 最后呢 结果呢 就是他是对的 他这个判决很有意思 他判决说呢 利用种族作为录取的 一个考虑的因素是可以的 但是不能加配额 配额的意思 当然就是说 我这个学校 一定每年要招的5% 比如说是黑人 这就叫配额 这是不可以的 最终的结果 就是说你不可以有配额 那当然当时吧 其实对这个事情呢 也是有争议的 因为有些人认为说 其实有配额 也不见得是坏事 这样的话就规定了 你就5% 你不能少于5% 但是你一般的来讲 配额也规定了 也就不会太多了 有的人是这么说的 但是从后面的结果看 其实这个案例呢 其实对亚裔是有好处的 因为他没有配额以后呢 的的确确呢 就是虽然大学 到现在为止 美国的大学 对亚裔还是有一定的歧视 但是呢 确实亚裔的那个 录取的人数呢 都还是 就是从比例来讲 还是蛮高的 比较简单的数字 加州 因为他这个case 是在加州的嘛 加州现在 比如说最好的 加州的州立大学 波克利 他现在亚洲的 那个学生数 是30%左右 而整个加州的 亚裔的人口 是15% 15.5 好像是这样子 那么也就是说 他录取的人数 远远超过 他平均的人数 这个就是说 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即使是滕校 滕校现在亚裔的 这个比例 大概是20%到25% 而美国的整个的 亚裔的人口呢 大约是7%左右 所以的确确 这个case以后呢 我认为 对于亚裔总的来讲 还是有好处的 但是这里面 对于亚裔的歧视 仍然是有的 这个就是说 大家都知道的 有一特别明显的 一种歧视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比如说 SAT考得好 他就不是特别 特别重要 因为滕校 尤其是滕校 他总觉得 亚洲人考试 考得好 这是正常的 就是说 他不认为说 这是你努力的结果 他就认为 你就是会考试 他就有这种感觉 但是要考试考得好 还是要努力的呀 你还是要去准备的呀 对不对 但他不这么认为 他就觉得 你亚洲人考试考得好 所以他就不把SAT呢 这个比重放得特别重 其实这就是一种歧视 所以这样的结果吧 就是同样是学生 你会发现 亚裔的孩子 进到滕校里 他们的SAT 都比那种 其他的有色人种 都要高很多 比白人也要高很多 所以其实 这就是一种不公平 这在我看来 就是一种不公平 那么好了 这是一个 比较有名的一个案例 1978年的这个 比较近期的呢 还有两个案例 我觉得比较值得谈一谈的 一个是16年 2016年 有一个case叫做 Fisher vs University of Texas Fisher呢 他叫Abigail Fisher 但是和他一起去起诉 这个University of Texas 就UT了 还有一个人 叫Rachel Abigail 她的姓是Fisher Fisher vs University of Texas 这个简单的来讲呢 就是这两个女的 这是两个白人女的 他们都是觉得呢 他们没有被 德州大学录取的原因是 德州大学 留了这个太多的位子 给少数族裔 所以他们白人 等于受到了歧视 就是说反而是 作为白人来讲 我被歧视了 因为我是白人 所以呢 我不是有色人种 所以呢 我的机会呢 被有色人种给剥夺了 他们是这个意思 这个案子呢 也是官司已直 打到这个最高法院 就是联邦的最高法院 联邦的最高法院 就是说呢 最后的判决结果呢 认为德州大学呢 没有做错 认为就是说 可以考虑种族 只要他没有规定 这配额就可以 那德州大学 并没有配额 他并没有说 少数族裔 要有多少人 他没有配额 他只是呢 在录取学生的时候 他有考虑 这个种族的这个问题 所以这两个人就输了 前面这个case 这个贝克这个人 他最后其实 最后应该说 他是赢的 因为他最后进去了 他进到德维斯大学 就是由于他那个案例 最后的结果是 这个艾伦·贝克 他进去了 而这两个人呢 Rachel和Abigail 这两个人最后 拜诉了以后 也没有进到这个UT 也没进去 这是16年的一个case 最近呢 这个14年 其实还有一个case 但是这个case 还没有结束 这个case 跟我们亚洲人 是直接有关系的 一个case 这个case的名字 叫做Student for Fair Admission SFFA versus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the Harvard College SFFA去告了哈佛大学 SFFA呢 是个组织 但是这个组织 他告哈佛大学什么呢 他就说告这个哈佛大学呢 他的录取呢 对亚裔人呢 特别的有歧视 是这么一个案例 他这是14年的 但是这个官司 到现在没打完 应该是今年1月份 已经到了这个最高法院了 到了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的决定收了 这其实对他们来讲 对这个case来讲呢 是一大胜利 对SFFA是一大胜利 因为最高法院 一般的来讲 他其实对于 已经有类似的事情的案例 他一般是不收的 最高法院 你要去上诉的人很多的 他不可能所有的案子 他都处理的 所以他要先 先刷掉一批 他一般刷掉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是周立的 他不管 他只是负责是联邦的case 所以你周立的案子 到你的周立的最高法院 就是到头了 如果涉及到是周法 除非什么呢 除非就是周立的这个法本身 和美国宪法有冲突 这种时候呢 最高法院会考虑 还有呢 就是说 没有先例的这种案例 这个就是类似的案件 以前没有 那么他就是最高法院 要定一个先例 那这种案子呢 他会收 再有呢 就是其实个别的情况下 是他认为判决 他本身有问题是 抵触了联邦法也好 抵触了州法也好 但是就是一般的来讲 就是如果州 已经几级都上来的话 其实这种情况 也是很少的 非常非常少的 一般的来讲 都是要州法 和这个联邦法 有冲突的情况下 总之吧 就是说 真正能够被最高法院 收进去 收纳决定 让你来 双方到最高法院 来居里力争 这本身就是 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这么说吧 那么所以这个案例呢 现在呢是这个官司呢 是达到了最高法院 还是比较引人注目的 非常应该说 非常引人注目 而且对我们亚裔呢 是很重要的 如果这个案例 如果要是最后 能够这个SFA 要是打赢了 哈佛大学打输了的话呢 这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对亚裔人来讲 因为如果他打赢的话 从今以后呢 大学想要招生的时候 就不能够把 种族的这个因素 考虑进去 他只能就是考虑 你的成绩啊 还有你什么校外活动啊 等等各方面 他不能考虑种族问题 所以这个是 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案例 以前呢认为 SFA 他赢的可能性不大 原因是什么呢 你最后还是要看 这个最后的 这个法官是谁了 因为他就是 这个九个大法官 他们决定的嘛 以前呢都是 最后的这个 九个大法官的是 差不多是五比四 就是说 里面比较偏向于 左翼的人 大概是四个到五个 然后偏向于右翼的人 四个到五个 当中反正总有那么一个吧 就是一会儿左一会儿右 对于一般来讲 川普上去以后 反正就是 他在提名的这几个人 上去以后呢 应该说最高法院 现在比较偏右 比较保守 偏右的人 就是所谓的保守派吧 他的什么特点呢 在法律上来讲 他是比较叫 原教主义者 原教主义者 就是说我要尽量的尊重 法律本身的这个语言 原来他法 是怎么定的 我就要 就不要去 自己去乱解释 你乱解释的结果是 今天那个人是这么解释 明天那个人那个解释 你这样的话就没有统一 你不同意的话 你就不公平 对吧 就看这人运气了 看到他解释的正好 对你这有利 还是没利的问题了 所以呢 从很多这种 保守的大法官来讲呢 他一般的来讲 是要尊重这个 法律的原文 他是这个意思 那法律的原文 这里头说到的是两个 一个就是 美国的最基本法了 就是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所有的人生性平等 这个事情 我以前谈过 就是说虽然这个man在这里头 以前他当时定的时候 不是说所有的人 但是现在呢 大家基本上就是 广泛的接受了 他的意思就是 所有的人生来平等 那你既然所有的人生来平等 你为什么有的人 他由于肤色不同 他这个进大学的时候 就有一定优势 这其实就不对嘛 这就等于是 跟你的宪法就抵触了 所以从这点上来讲 你如果在招生的当中 考虑因素 当中你考虑到肤色的问题 这是 其实是违反美国宪法的 保守的人是会这么理解的 SFFA里头这个律师啊 他们都是属于比较保守派的 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对于 Affirmative Action的一个支持 Affirmative Action的 叫平权行动 平权行动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就说 美国呢 曾经历史上 屠杀过印第安人 然后呢 又奴役过黑人 所以呢 美国有这种 比较学类史了 比较对这些少数族裔的这种 等于是凌辱啊 这种欺负啊 因为有这个历史呢 所以呢 对于现在来讲呢 应该对于少数民族 有一些特殊之道过 这个就是 基本上这个意思啊 就是Affirmative Action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一点呢 我个人呢 并没有什么意见 我觉得可以理解 我觉得他这么想 也是对的 对吧 的的确确印第安人 黑人啊 都曾经被 被白人奴役过 可是亚洲人 也被白人奴役过 也被白人 就是谋杀呀 被欺负啊 那也是一个血泪史啊 被白人歧视的族裔 可以说 所有的有色人种都有 被白人歧视 Oklahoma 还是什么地方 曾经有过大屠杀的啊 对亚洲人 对华人 就是华人来以后 自己建立的村庄 然后就在那儿 铁路边上 有些人是去搞铁路的 也有些人开些店啊 什么的 他就沿着那个铁路嘛 就有一些华人的聚集城市 结果就 就忽然就发生这种 大屠杀什么的 这种事情 这也发生过的呀 所以我觉得哈 你如果真正是尊重 Affirmative Action 就这个平权行动 你应该是说白人让利出来 你白人让利出来 给有色人种 给所有的有色人种 而不应该说选择让亚裔 让利出来 给其他的有色人种 也就是说 一种有色人 一种少数民族 去让利给另一种少数民族 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对吧 你这个同样都是受了 你的欺辱这样的民族 为什么你 让有些族裔出来 让利给另一些族裔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总之呢 这个案例呢 就是说现在还没有定 还是很有可能让这个SFFA 赢而这个哈佛大学输掉的 那一旦这个发生以后呢 应该原则上来讲 大学就不可以再考虑 种族的问题 应该是这样子 我下面再想说一个丑闻吧 招生的丑闻 可能很多人也听说过 2019年的时候 曾经有过一个很大的丑闻 这个丑闻太大了 就是说里头涉及的人太多了 我就不细说了 大致的意思呢 是有这么一个 就是帮助你去申请学校的 这么一个机构 美国也这种机构也很多了 一般的来讲这种机构 它怎么帮你申请呢 它也就是说 一个呢 就帮你准备一下考试 看你的SAT 能不能成绩再好一点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你写文章的时候 怎么能把自己写得更优秀 对吧 然后呢 帮你去研究研修 你有兴趣的这些学校 好学校 你看看他这个招生的过程当中 你应该怎么去提前去申请 现在很多学校都要提前申请 就是他分两批 先是叫一个提前录取 然后再有一个普通的录取 等等了 就是你再去研究一下 怎么去弄他这提前录取啊 这个那个的 就是说他帮你出的是这些主意 可是这家机构呢 很有意思 这家机构呢 他不仅仅是帮你 就是这种 等于是研究一下这个系统 我来告诉你这系统里头 你应该注意什么 他是直接去破坏这个系统的 他怎么弄呢 他就是说 是两方面 一个是 他为了去帮助他的一些客户 他去帮他们去那个 考试的时候去替考 怎么个替考法呢 美国呢 这个为了照顾这个残疾 和这个各种有障碍的人 他有专门的 给这个残疾人考试的地方 他这种残疾人 不是说你端端腿有问题啊 什么这种残疾人 他指的是 比如说你读书读得很慢 你看字啊 就是比别人看的慢 那么他这个考试时间 要给你长一些 是这样子的 这种考试 那这种人呢 都有专门的考试的地方 因为他要 有这种设施嘛 因为这种人也不多 那么他就给你都聚聚在一起 然后呢 就找人来给你看 否则的话 你每一个考场 都是有专门设这个的话 那这个考场 就看着一两个人 让他考很长时间 对于一个考场来讲 就要求太高了 所以他就说 规定呢 你所有这种有障碍的人 阅读障碍 写作障碍的 反正这种人 你就专门跑到 这个专门的考场 然后呢 他呢搞清楚了 这个专门的考场的 里头的负责人 他就去贿赂这个负责人 他就找别人去替考 就是这么回事 他就让他的这个客户 先去装一下 装自己 因为你要想证明 你有这方面的障碍 你还需要去证明 你要到这个医院 去找医生 就说证明 我这个人阅读速度 就是慢呀 怎么怎么样 他还去教他 你怎么去假装 你读书很慢 怎么怎么样 反正他就给他 出了些主意 然后就给定为 你需要到特殊考场的地方去 然后这些考场呢 被他已经收买了 然后就是这么 这是他做的一件事情 另外的一个呢 就是说 有些人呢 有些孩子 他这个SAT什么 他考的很好 但是也不能保证 他能进去 那他就给你出什么主意呢 就是说 你去贿赂那种 比较小的 不引人注目的 那种运动的负责人 比如说什么 划船呢 水球啊 什么就这种 骑马呀等等 这种运动呢 就是说 因为他项目 他是小体育运动项目吧 所以他缺少资金 因为学校不会给他很多钱 他没有多少人嘛 那这种人呢 就很容易贿赂 你就说 我捐你多少多少钱 为你这个对 那你只要钱捐给他了以后呢 他就可以推荐 把你这个孩子 推荐给学校 那个招生班 就告诉他 我现在 这个孩子呢 他有特别方面 这方面的专长 等于就是说 比如说他特别会划船 他划船的话特别好 所以我就想把他 招到我这个队里 你录取他的时候 你就要多考虑这方面 甚至有些人 就是为了这个 就纯粹就说 你就要把他录取来 我就要这个人 就是这种状况呢 也就是搞了好几个 好几个学校 最有名的就是哈佛大学 哈佛大学 好像就是这个划船队吧 就是他的那个教练 最后反正 现在也在被处理当中 就是拿了别人的钱 然后推荐了 还涉及到了 有一个挺有钱的 一个中国人商人 好像是他的儿子 就是这么进去的 其实呢 我听上去 我觉得他儿子 好像还是蛮优秀的 因为考试成绩 什么各方面都不错 但是为了保险 就这么搞了一下 就跟着这个人搞了一下 我觉得这个 这家人家呢 也是属于对美国不了解 就是说你其实 要了解的话 我认为他儿子 要是成绩 什么各方面还行的话呢 你要是不这么搞 未必他也就进不去 我觉得这也说不准 他进不了哈佛 他别的学校 类似的学校 可能也进得去吧 他用不着这么搞 他好像还前前后后 花了不少钱 我忘了具体数字是多少 反正上百万吧 你还不如正经的去捐钱 给这个哈佛大学 没准还好一点 甭管怎么说吧 这个丑闻呢 就是2019年的 一个大的这个 入学考试 入学的这个过程的 这么一个大的丑闻 涉及到最后被起诉的 有50个人 里头涉及到 好莱坞的明星啊 什么的 就像我说的 还涉及到中国的商人 还有一些有名的律师啊 什么等等 涉及到不少名人 怎么说吧 这件事情当时在美国 也是引起了 好大的一个讨论 怎么说呢 这个事情吧 当时我就印象当中 有的人评论 最有意思的是怎么说 他说 我们这招学生 有前门有后门 前门的当然是 纯粹靠自己的实力 后门呢 就是说 明确的 比如说奥巴马的女儿 克林顿的女儿 比尔盖茨的儿子 什么 就是特别特别有名的人 他们的孩子呢 基本上都是可以 从后门进去的 这个后门是什么呢 就是有一个叫做 专门叫做 President's List 校长的名单 校长的名单 就是一些特殊的 有名的人 就在这个校长的名单上 基本上这些人 他来申请我就要 就这么简单 那这个呢 就是正经的后门 那人家就是 总统的孩子 那没什么好说的 而这个丑闻呢 又多了一个新的词 叫做什么呢 叫做编门 就是说它不是前门 它不是后门 它是编门 所以呢 我就管它叫 编门丑闻 Sidegate 2019年 有这么一个 Sidegate的丑闻 大家自己去 发挥自己的 脑洞大开 自己去想 它应该叫什么名字吧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这个丑闻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而且我最近 还刚刚在TikTok 还上面上的 看到有一个 山东的一个女的 她也说到这个事情 我跟她的看法 完全一样 她就说她自己 是正经考试高考 然后靠奖学金 跑出来 她说她看来看去 她就觉得中国的 这个录取的过程 是最公平的 我完全同意这一点 中国的这个录取 总的来讲 就是靠高考 高考当然有它的缺点 对不对 考试嘛 就一锤子买卖 是有它的缺点 而且我个人来讲 我还真不是学霸 我自己的感觉 我一方面想出国 我那个时候 一方面很多年前 中国跟外国差别也很大 但是其实对我个人来讲 最主要的原因是 就是因为我不是个学霸 我觉得竞争太激烈 我觉得到国外 可能会好一点 还的的确确是 我出了国以后呢 因为我的数学还可以 中国人吧 出了国以后 你会发现 你的数学基础 都是不错的 所以你要学习商业 学习金融方面 你那数学肯定够用了 而且都是学校里头 名列前茅的 都是这样子 学什么statistic 这种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呢 就是说我觉得 我们国家的基础教育 其实是挺好的 但是就是我说的 我个人不太会考试 所以我考试并不是考得很好 可是我从来没有觉得 这个系统 就是靠高考这一堂 有什么不公平 我确实没有觉得它不公平 只是呢 就是说我这个人不适合考试 可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 你真的让我去跟人家说 我有什么其他的特长 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特长 所以从这条连 我自己就我来讲 我完全不是说 我在国内 我考不上清华 是因为系统不好 不是的 而是因为我确实就是 竞争不过别人吧 对吧 这我得老实承认 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家的 这个入学考试是最公平的 而且我以前 个人觉得就是 以前我们国家的历史上 有好多的这种科举 我们一般小的时候 都觉得科举不太好 尤其这个鲁迅 把科举说的特别的不公平 就是特别的腐朽 其实你现在仔细想想 科举它是几千年 它存在 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科举给了很穷的人 一个机会 一个往上爬的机会 这一点中国是很独特的 西方没有科举 西方一直都没有科举 这个考试 其实是非常近代的一个现象 以前的人往上爬 靠的就是 你就是要皇亲国庆 你就是要靠关系 还有就是他们老打仗 打仗嘛 当然你打赢了 你就变成了 就是变成了将军 当然你就比较有 一下子就能升上去 可是作为很穷的人 除了打仗以外的机会 是非常非常少的 而我们国家呢 历史上几千年 都有这样的机会 就是你很底层的人 对吧 你看明朝的好几 好几个他们的内阁的 那个那些大学士啊 什么的 都是底层上去的 其实这还是很不错的 一件事情 我觉得 总之了 科举有科举的问题 高考有高考的问题 但是跟西方的这些 稀里糊涂的这些东西 比起来 你看什么划船的 什么俱乐部啊 什么这个那个 我觉得这些虚的东西啊 他之所以2019年 这个丑闻搞得这么大 就是因为他这个 入学的这个过程太复杂呀 他里面的猫腻太多呀 你越复杂的东西 就越容易有猫腻呀 对不对 你纯粹就是靠考试的话 没有那么多的猫腻嘛 你考多少分就是多少分 大家都是一样的考题 对不对 同样的时间去考 你考多少分就是多少分啊 这个没有什么可猫腻的 所以从这点上来讲 我个人觉得哈 中国的这个高考 坚决不要取消 真的不要取消 中国不要盲目的 学西方的很多东西 对不对 我们的基础课就是很好 基础教育就是很好的 不用把孩子很小 就就给他送出来 还有一点就是 我们老觉得好像 中国的教育哈 基础的时候 孩子很小就逼他 去背很多东西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错 我们都给他起个名字 叫什么填鸭式的教育 填鸭式的教育 有填鸭式的教育的道理 孩子小的时候 他的分析能力 还没有完全发展好 他的大脑 可是他记忆好 你这个时候就让他记 本管是惩罚口诀 还是学外语 生记那些词 对不对 你就让他记 记完了等到他 慢慢的 他有了分析能力 他明白的时候 他就啊哈 他就一下子全明白了 而他该记的东西 他也记住了 你非要等到 他有了分析能力以后 再去记 他记不住了呀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 不要一概的就把自己 中国自己 很好的经验 全部都放弃 填鸭式的教育 没有什么错 你就让他记 好多东西哈 不要盲目的 学西方的这个东西 尤其是对于 高等教育 进入高等的学府 这样对于我们亚洲人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上 我认为中国的 高考制度是最公平的 中国的基础教育 也非常好 不要去盲目的去 都把它改成西方的这个 然后看到美国的 这些这种万象 甭管是他最高法院的 这些case也好 还是这些 我说的这个 编门的丑闻也好 这些都是因为 他的录取制度里面的 复杂造成的 这个话题就先聊到这里 喜欢我的节目 麻烦点赞 留言 转发 订阅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